今天要为大家试驾的这辆车 我觉得是比这个洗车老的 GI Yaris 还要厉害 一样是 Toyota 一样有六速手牌 一样是 Turbo 但是 我的不是三缸 Toyota Corolla Sport 在车头部分 这个 Corolla Sport 它采用的是 Toyota 最新的 King Look 家族式 前脸造型 但是它的这个防车版灵脚分明 比较硬朗的这个锐利的线条设计相比呢 这个先背板它就看起来比较圆润 但是这个圆润的同时它又有极具侵略性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夸张的线条设计 然后这个大嘴巴呢整个是很有 很garang 的感觉 这个四条是我个人很喜欢的设计 因为它是一个雾银色的材质 不是那种 Chrome Chrome 这样看起来很 Cheap 这个就很有质感 很 Attacks 感觉 而且它的这个风潮速设计 让这台车看起来就很运动感 你可能会很好奇这个厂徽 为什么不是一个 Toyota 的 Logo 而是一个 C 字形 其实这个 C 在日本 是 Corolla 车系的专属厂徽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平整式的厂徽 不是那种立体的 所以可能这边是一个 Sensor 来的后方是有配搭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钢琴黑四条 和这个 LED 灯组是整个一体式的 我个人还蛮喜欢这个 Teardrop 类演式造型的头灯 试试看其实还蛮漂亮的 车车部分算是 Corolla Sport 还有我们熟悉的这个房车版的 Corolla Sedan 最大的不同啊 那我先来讲设计的部分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轮圈 比 Sedan 版本是大了一寸 它是一个18寸的配置 使用的轮胎尺寸为 225 40 这个和我觉得它是一样的 说话这个轮胎其实是蛮薄一下的哦 而且这台试驾车 它还换上了 Blizz 的运动弹簧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这个离地间隙 是进一步降低 整体看起来更加的低 更加的运动化 这个 Sensor 版本也采用了一个 比较线条分明的 Size skirt 设计 它的这个车裙 看起来就比较的运动化了一点 也比较年轻化 当然最大的不同还是在这个地方 很有肌肉感 那同时呢 这个六倍式的设计也是非常的漂亮 这个鲜辈的倾斜角度为 55 度 是有原因的 因为 Toyota 的设计师觉得 这个角度最能显示出 Hatchback 的整体的这个 Sportiness 动感 那现在我看着这台试车 的确 漂亮 来到车尾的部分 This is one of the sexiest Toyota I have ever seen 谁说 Toyota 很 boring 它也可以很性感啦 和头灯组相互呼应的 类地式 LED 尾灯组设计 下方还有这个 非常夸张的这个性能设计 我真的觉得太性感了 然后还有这个大型的 钢琴黑扰流器设计 真的是让这台车的这个车尾看起来 非常非常的运动化 很年轻 比一般的 Toyota 年轻了 最少20岁 来看看它的尾箱 389 公升的尾箱容量 这个基本上是同级最大了 在使用性方面 它就是冠军了啦 而且重点是下方其实还躺着一个备胎哦 说坐镜内装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日轨版的 COROLA SPORT 它整体的这个Dashport设计 是和我们本地的 COROLA Sedan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但是在一些细节上它是有所不同 像是这一台比较运动化的车型啊 它就采用了一个 我个人觉得还蛮漂亮的 这个红色的缝线 然后质感的呈现上依旧是非常丰富 但是重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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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这台车身上它就没有使用这个点式机了啦 是一个比较大尺寸的大屏幕主机 可是这个主机呢其实是日本的唱起来的 包括它的字全部都是日本字 也没有这个Apple CarPlay 与Android Auto手机互联工能 稍微比较可惜一点 不过视觉上的这个美观程度是好很多 至于漆部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个 7 寸的半夜景显示意表盘 跟我们本地版的COROLA 是一模一样的 包括中间的这个screen 你是可以切换它的这个界面 还有一样的是这个三幅式的方向盘 然后手感也是很好 然后按键这些回馈呢也是非常的到位 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今天我试驾的这台车是这个手排 而且它的这个排档感手感其实蛮好的 这个吸入感很强 虽然说行程方面稍微有一点点长了 不过这个行程长的好处是 我的这个位置是刚刚好的 我觉得这方面呢以人体工学来讲 它是BEST 而在设计方面我可以看到有这个很漂亮的 搭配银色4条的4板 设计上它是和我们本地版的COROLA 一样的 包括有这个高配版的这个电子手刹 以及Auto Hold 的功能 然后前方还有这个 Drive Mode 的这个按钮的设计 但是有点比较不同的是这个地方 我记得像是我们本地版的COROLA 它只是一个很浅的TRAD 这个呢就非常的深 我可以很轻松的放入我的手机 还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就是这个COROLA SPORT 它配的是这个 GR Yaris 还有GR Supra 同款的运动铜椅 但是这台车可能是一个比较LOW SPEC 的版本 它采用的是一个布料的配置 然后这个地方呢也是黑色的PLASTIC 因为我记得在日本这个COROLA SPORT 它可能是有这个选项或者是高配版本 它的这个铜椅呢是采用皮质 而且是红黑双色 然后这边呢也是比较精致 就是可能有银色的一个设计啦 那个就真的是很漂亮 但是anyway 这个布置的座椅其实 做起来它的包覆性 还有它的这个舒适度啊 我是觉得是good的 它的支撑性也非常的好 so 我觉得这方面这个腰靠这边 它的支撑很够啦 所以我期待等一下它带给我的感受会是如何 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这个Driving Position 太棒了 够低 今天的这台试驾车在安全性方面呢 它只有部分的这个Toyota Safety Sense 的功能 像是这个车道偏移 警示和辅助 还有这个前方碰撞预警 以及这个道路标志辨识功能 至于另外一台试驾车呢 它则是多了这个Blind Sport 对 这台试驾车是没有Blind Sport Monitor 的 来到后座部分首先我对这台车的第一印象是 哦 它那么的低趴 然后这个后面的车顶也那么流线型 那么的低啊 应该会影响到后座的这个头部空间 可是我现在身处在这个后座哦 诶 我的身高还是168 那我上方这个头部空间 居然还有一个拳头多的距离哦 那如果是和它最直接的这个同级对手 也就是Mazda 3 Hatchback 相比的话 我记得啦 我印象中啦 这个Corona Sport 它的头部空间是比较好的 那接下来就讲空间部分 前方有这个同椅设计哦 似乎没有太过影响到它的这个腿部空间 前方还是我的标准坐姿 那我现在坐在后座 有两个圈多多的一个距离 其实我觉得以一台Hatchback 来讲 已经是非常的够优了 而且它的这个椅垫的支撑 其实也相当的足够啦 就在长度方面来讲 但是我觉得可能可以再高一点 就支撑方面会更加的好 不过anyway 还是ok的 唯一我觉得和这个Corona Sedan 相比啦 它稍微比较不足的地方就是它的这个椅背 比较挺直到一点 but anyway 我觉得做长度的话 不会影响到这个舒适性太多 唯一可能会影响到的是 还是稍微有点压迫感啦 加上它又采用这个黑色车顶的设计 会比较局促了一点 还有就是 这台后座是没有空调出风口的 有点可惜 在实用性方面呢 这个副驾驶的桶椅后面居然有个口袋 可以给你放东西 而且还蛮深的 然后门板方面也是有这个矿泉水平的杯架 然后这边有植物格 有arm rest 然后大家从镜头上可以看到啦 这里有一个Baby Recaro 儿童安全座椅 告诉你的是 这台车它其实后面是有两个 Isofix 的这个儿童安全椅扣的 OK,so现在我是在这个市区的路段 开着这一辆手排车 那其实这个手牙的给我的感觉是 第一个感觉是它其实如果 要当它是一辆普通车来开的话 我现在在这个normal驾驶模式 其实它很容易开 它的setting就是那种真的是买菜车的setting啦 就包括这个方向反手感 还有这个换档 它的这个档位的这个调校 不到会失火 然后进档退档那些都很容易 一切都很旧手的感觉啦 激情驾驶的时候它的感觉会是如何呢 这个我就有点好奇了 好,像我现在,OK,起步 它的那个离合器的切入点 很轻松啊 我会讲它是两个很容易开的手排车 这个换档的手感 其实它的吸入感还蛮好的 只是讲它是个行程 如果像比起我之前开的那个Suzuki Swift Sport 它就稍微长了一点 就稍微比较模糊了一点啦 不过它的那个吸入感还是很好的 手感来讲10分呢 我觉得我可以给它一个6-7分没有问题 这个车搅滚 这个车搅滚 OK,so before 前往山路体验这辆车 之前我再分享一下 我现在这个 住宅区这边啦 市区里面这样子开着这辆车 分享一下它的这个 我的第一印象 其实这辆车 它外形很Sport 是不是Sport这样哦 开起来其实还蛮得心应手的 尤其是它的这个手排 出乎意料的很容易上手 我觉得刚考到P牌的朋友们 你们都不用担心什么死活这些 我刚才这样子等红绿灯起步的时候 那个1号牙 它的那个离合器结合的那个方式 非常的容易 不是那种你稍微放高一点 就会死活那种 那种新的车 没有没有 这辆它其实还蛮家用的感觉的 就是真的是很friendly 整体的这个感觉 包括这个方向盘手感这些 也是我现在是使用这个 Normal 的驾驶模式啦 就整个就是很CT Car 的感觉 虽然讲账面上来说 它的马力就有118PS 但我觉得这个加速感 我不敢讲加速表现啦 可是加速感肯定是比这个 Honda City 还有这个 Vios 还要好的 你会觉得有那个有力 但还不至于到那个铁配的感觉 OK 所以终于来到我很期待的这个山路了 很久没有跑山路了 哇那我觉得我今天开对车来了 因为首先在这个弯 这辆车给我的反应就是它的那个 车头跟车尾的响应非常的灵敏 非常的快 OK前面有个弯 我这样稍微这样踩油哦 它就真的是整个一气合成的完成了 不要看它1.2 Turbo 这样啊 它还有这个 Block of the Sane 的啊 我踩大油 玩玩啦你以为 这个 TNG 车底架构啊 高刚性这些啊 其实它的这个刚性是达到了1500 Mpa 那这个数字其实是相当的高啦 我印象中有一些超跑兜 它的这个车体的 某些部分的车体的刚性 都才达到1500 Mpa 罢了 所以可见 这辆车它的这个刚性 其实真的不是玩玩的 加上这一台车 它还有一个被称为 Active Cornering Assist 的功能 这个功能主要是当这个系统 侦测到这台车子在 转向不足的时候 也就是 Understeer 的时候呢 那它会透过一个小动作 那就是 Apply 这个刹车 在内侧的车轮 来给你点一点刹 这样子来给你做到 可以玩更多的这个动作 OK 那现在我前方开始 这个弯道也比较刁转了一点 Perfect 真的 这个是我第一个感受 尤其是开着这个首台车 然后它的这个低重型 真的是 哇 这辆车整辆车 尽管是辆前驱车 可是它是贴着去的 退档 再退档 哦 我记得我之前在开这个 Corolla Sedan 的时候 我就已经是对 它的整体的这个底盘的设定 是印象深刻了 就是这台车 开前虽然很舒服 可是它又很运动化 然后整个动态表现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口 那我现在开着这个鲜辈版的Corolla Sport 我觉得 它在整体的这个 运动化的呈现上呢 又是更上一层楼了 尤其是这个路感的呈现上啊 我觉得它给我的这个回馈 是比之前那个防车版还要更加的多 更加的好玩 我真的现在 紧不住一直在笑 因为真的是太好玩了 这辆车虽然不快 可是 它给到我很多快乐 如果你问我的话 其实我比较喜欢这样的一个设定 因为 真的是比较运动化那 但同时它又没有牺牲太多的这个舒适 所有路上的 完全一个坑一个洞一个不平 它的这个悬吊都有给我这个feedback 也让我可以更清楚的知道我应该要在下一个弯道应该怎么做 我觉得驾驶乐趣应该就是这样子 哇那这真的 这真的是完全展现在这一台corona sport 身上 哇我觉得这辆车真的是它的 车尾跟车头响应真的太好了 很少有推头的感觉啊 加上 我觉得一方面有刚才我讲的这个Active Cornering Assist 的这个功能 对Active Cornering Assist 的这个功能呢 真的是让这辆车过弯的时候 漂亮 再来有一点我觉得很sweet的地方呢 就是这台车它的后悬吊是采用这个Double Wishbone 的 那现在其实我在这条山路上面呢 其实它的路不是很平坦 然后这辆车又改了运动悬吊 我是觉得这个Double Wishbone 在这一边呢 完美展现了它的优势 因为我可以很明显感受到车尾的这个律动呢 它是左右都有在吸收 这个不平坦所带来的震动的 这个好像是我开的 不论是第三台还是第四台的这个TNGA车款 在这一个山道上 我真的觉得 这一个底盘在这一种弯道上 紧凑的弯道上 它真的是 棒 虽然讲它是Turbo 可是我觉得 它整体的这个在弯道上的加速的感觉 还是蛮线性的 很一气合成的感觉 再加上这辆车 其实它的重量只有1240公斤 以一辆 C Segment 的这个轿车来讲啊 其实 不算重 那 这一个体重的优势呢 也完美展现在这个弯道身上 因为它真的是有那种很灵巧的感觉 身手很灵活 很灵敏 这个动态表现呢 又是如此的 线形 我觉得这个118 PS 的马力啊 还有它的这个扭力 你可能显地 可是对我来讲 其实 这样的设定刚刚好 因为它的车头又不会太重 它的指向性非常的精准 而这个方向盘呢也是很紧凑啊 所以真的是我要去哪里 它就带我去哪里这样的感觉 我觉得这台车的这个配重 其实还蛮平衡一下的 真的是你要去到很 非常的极限了 它才会稍微有一点推头的感觉 那你平常这样开啊 开到稍微比较激烈一点 它都还是 我觉得它的这个极限是很高 哇 哇 没有什么body roll 我觉得这台车不需要快 因为 这样子开就已经真的是 给到我很多快乐 稍微收收油门 再点一下油门 那个弯就做到了 非常的容易 而且一般上那种大马力的 涡轮仙背 会有的那种在过弯的时候 会有的推头的那种感觉 在这辆车身上 完全没有 这辆车其实真的 我觉得不需要拉到太过高转 到一个四五千转的时候 它这个扭力就完全释放出来了 就真的是最饱满的时候 然后再进一个档呢 整个那个动力衔接就很perfect了 我觉得我其实也不需要 做太多的Q&TOW 它的这个动力衔接都做到很好 一方面是因为我现在这个运动模式之下 它是有这个IMT的 我相信或多或少它是有这个 自动补油的功能啊 然后你看在这种连弯上 轻轻松松 我甚至不需要 对这个方向盘做太多的 这个摆动的动作 它都能够过到这种急完 这个动力组合我觉得比起 Corona Sedat 的那个1.8NA加上CBT 是好太多 哇然后这个刹车也是 perfect 刚刚好 开着这台车你不需要 有太多的这个思绪 因为真的是 你所有的这个指令都是非常的直接 你要它慢下来你就收油 你要它去就才有 然后你稍微点点一点刹车呢 它就直接给你 你要的那个动作了 这个不是所有车子都能办到的一个东西 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平衡性 balance 非常的完美 我没有想象到一台 定位 City Car 的这种 都会 都会型的日常用车 可以有这样 运动化的一个反应 一个表现 这点是让我感到蛮 surprise 的啦 也是让我对这台车改惯 上浪一次这个 Corolla Serain 已经给到我很多的 开心很多的满足了 那这一个 Corolla Sport 这个 hatchback版本呢 我的嘴角 上扬更加多 真的是 好玩 今天在试驾的这个先辈版的 Corolla Go 啊 真的是让我对 Corolla 这个名字 有所改观 Corolla Sport 这个名字取得好 因为它真的是有 Sport 到 重点是它在给你一定的这个操控性 驾驶乐趣的同时 它还兼顾到实用性 那今天的这个试驾影片呢 我们要感谢这个 First Mouth Auto 慷慨地借助这台 2019年的 Corolla Sport 给我们试驾 哇 真的是 让我体会到 首排的这个魅力了 那它们其实现在手头上是有几台现车 正在出售的啦 那价格方面呢 大家可以参考这个列表 就是这个 Price Range 哦 其实这样子的一个价格 买到这台车 我是觉得还是蛮值得的 你不只买到形象 买到运动画 你还买到操控 买到乐趣 同时又买到实用性 而且它还很 Unique 不是我不要上你的丰田 是你的丰田不够特别 所以不知道大家觉得这台 1.2 Turbo 的 Toyota 如何呢 欢迎在下方发表你的看法 我是小明 喜欢这一期影片的话 记得给个赞 还有就是分享出去 当然最重要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及点击那个小铃铛 如果我们有新影片的话 YouTube 就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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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